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日前公布2015年百大思想家名单 共有三位华人女性上榜 她们分别是李婷婷、柴静和李飞飞 今年26岁的女权主义者李婷婷 是血染的婚纱、占领男厕所等女权行为艺术的发起人 并为自己和女友举办了中国首例女童性恋婚礼 今年3月8日妇女节前夕 李婷婷等五名女权主义者 因计划发起反公交车性骚扰的行动而遭到警方抓捕 在被关押37天后获释 柴静原为中国官方央视的记者 今年年初 她自费制作问世的有关雾霾污染问题的纪录片 穷顶之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也引起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 李飞飞目前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视觉实验室主任 李婷婷12月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很高兴可以与柴静等人一起上榜 认为这是对他们一直以来在性别平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的认可 李婷婷说 中国目前仍存在十分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 她会与其他同伴一起继续努力 尽己所能推动中国的性别平等 关注有关评选活动的公益机构 北京艺人平负责人陆军12月4日向本台表示 此次三位女性入选 与今年女权问题成为中国的一个突出的社会乃至政治议题有关 外交政策诞生于1970年 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史实刊物之一 创始人是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 既网曾入选百大思想家的中国人包括 央行行长朱小川 地缘战略家郑碧坚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刚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 作家韩汉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